古典学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古代文明,也为现代社会提供理解自身的历史视角,更是促进不同文明间交流互建的重要纽带。 在古今中西交会的节点上,中国古典学呈现出未来可期的发展前景。古典学具体包括哪些范畴,中西古典学存在哪些异同,古典学研究如何作用于古今中外对话。 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前夕,中兴社东西问专访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飞,他表示,对于中国大众而言,古典学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 那么在目前中国的主要的高校里边,这个古典学也只是刚刚开始,同时也确实存在一些争议。 从这个传统的西方的这个古典学的概念来说,它的界定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对古希腊古罗马,就是西方的古典学,这是比较大家公认的。 我想对于中国来说,我想我们至少有两个领域是比较明确的是古典学,一个就是说和西方一样的,这个对古希腊古罗马这个研究,那么应该是西方古典学的范畴。 而对于中国而言,那么应该是汉代之前,就是先行的精子文献,那么这应该是属于古典学的范畴。 汉代之后,有对先行精子传统的一个不断的重新的解释,像汉代、唐代、宋明到清代,甚至包括现代,那么对这些古典文明的重新的理解,那么这些呢,也应该拿入到这个古典学研究的范畴之内。 在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建设中,古典学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哪些智慧,无非表示,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重要的不是现代精神能够在古代找到多少资源,而是借助古代资源和古人智慧,更好解决当今的问题。 我们讲古典学不是为了复古,而且古典学这个学科的成立,它一定是一个现代的学科,因为就是在古典时代本身,它是不可能有古典学的。 我们比较熟悉的现代文明,其实很多地方都是靠古典文明的激发,才得以形成的。 比如说像西方法律里边比较主流的罗马法,那么罗马法的传统,它就是古罗马所形成的法律的基本的精神和文献。 我们都说中国的大唐盛世,其实和对现前经典的重新的解雇,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重要的不是说我们今天所认可的现代精神能够在古代找到多少资源,而是说古代的这些资源能够为我们今天的生活,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维度,更加丰富的面向, 使得我们今天的很多现代的问题,能够通过这个古人的智慧,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 吴飞说,深入对比中国古典和西方古典,可以看到其中存在着关联和差别。 希腊的古典不只属于欧美,中国的古典也不只属于中国,我们需要在看到差异的同时,也看到交流互见之处。 无论中国还是古希腊,其实在尊崇自然这方面是比较一致的。 比如说这个希腊神话里面,其实希腊神话崇拜的神呢,一般都是这个自然神。 那么在中国最古典的宗教当中,也是天神地气人鬼。 但是呢,中西之间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就比如说希腊,希腊的传统生活方式,它是城邦制。 但为什么这些城邦不统一成一个国家呢?因为希腊人认为,必须生活在小的城邦中,才是文明的生活方式。 那么这个和中国很不同,就是中国很早就有这个大一统的观念,我们就认为要生活在一个大的一个共同体当中,这是更好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著作《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解读中,无非将科幻文学与哲学思考相结合。 他认为,中国科幻小说中存有很多中国古典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就是刘思金的小说中,还有很多是从这个三国演义,就是从三国演义汲取的灵感。 像现在我们谈的那个黑悟空,那也是这个从中国古代的这个文明中汲取的智慧。 其实本来就是人类的科学思维,就是受到古典的很深影响。 像这个物理学中的原子论,其实它本来是古希腊的一个学派。 那么我像中国古代的这个科学,应该在很多方面也有同样的意义。 像比如说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像这个上书当中就有最早的天文学的记录。 那么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天文学,其实也是有很深的影响的。 我是觉得就是在未来的这个古典学的研究当中,包括我们对这个未来的科学和这个人工智能等等这些的这个理解当中,那么古典的智慧一定是非常重要的。